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8月9日曾接洽巴黎圣日尔曼,希望引进法国天才姆巴佩,但大巴黎不为所动,告诉三德子,姆巴佩多少钱都不卖,值得一提的是,三德子还曾向黄马求购法国后卫瓦拉内,并愿意报价1亿英镑,曼联巨头在一个早餐会上,向银河战间掌门人弗罗伦蒂诺佩雷斯提出这个方案,但后者拒绝了曼联的求购,并安慰三德子说 别灰心,我们像切尔西买阿扎尔也无法成功,曼联击败莱斯特城后,牧帅接受天空体育采访时表示,我想足球正在改变,可能足球经理现在应该直接被叫做主教练,我想现在的我们更像教练,而不是经理。 Football Manager是英格兰足球特有文化,直球队主帅不仅负责一线队训练,比赛,而且掌握转会买卖,未来规划等重要事物,而今,越来越多的俱乐部将后一职责交给足球总监。 英国卫报称,曼联可能聘请俱乐部,百多年历史上的第一名足球总监,负责转会引员等工作,缓冲木帅与三德子之间的紧张关系。 在曼联140年的舰队历史上,过去都是主教练掌握华士权,总裁负责操作,但这一空缺可能在下一波结构改革后发生变化,届时,三德子依然会在引员中发挥重大作用,但不用直接面对木帅,而通过足球总监中转。 该报称,木帅对曼联在自己任期内请第一个足球总监会做何反应还不得而知,过去,秒叔和黄马、切尔西的足球总监都产生过矛盾,不过,话说回来,过去也曾传闻曼联要请足球总监、蒙奇、贝尔塔等知名总监都被认为是候选,最后全都不了了之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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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